付出和给予是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人生课程 圈子 琪琪和她的经理 在给大家提供有趣有灵魂的话题之余 特别设立了慈善小板块 让大家可以对慈善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力行 和我们一起实践慈善 感受给予的真实意义 就是刚才两位都讲了你们这个背景啊 还有很多的这个traveling experiences啊 working abroad啊 还有作为newcomer experiences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感觉啊 读了一下你们的这个背景以后 也了解你们的一些经历 然后我就一直在draw那个circle 你知道吗 对于我来说 可能我是那个circleC 然后您是circleA 您是circleB 三个circle加起来以后 我想找到中间那个common ground 结果发现那个common ground是 还是挺大的 是挺大的 我刚想说 我刚想说 那好啦那我先不说了 那你觉得嘛 我们三个ABC加起来 我们的common ground是什么吗 我觉得这个是对生活的热情第一 然后第二是我们都在创业 是 Bingo 我双手双脚同意 我觉得我们的common ground 我们的共识 我们的共鸣 其实在这个阶段 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 其实就是作为创业者 这三个字 以及entrepreneurship 那个作为我们的一个common ground 对吧 对 所以那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大家都讲一下自己的各自的经历 第一家公司是一个复华器 叫West Coast Opportunity Accelerator 这个为什么开这个公司 是因为我前几年在加拿大两年 我拜访过20多所大学在加拿大 然后认识了很多学生 我跟很多学生俱乐部交流 说未来科技 他们的未来职业发展 然后疫情发生的时候 今年4月份5月份的时候 那些学生开始毕业的时候 我受到非常多领营商 邮件也好 信息问我 第一 你是不是在招聘 第二 我未来怎么做 我是留学生 我是中国留学生 印度留学生 我是待在加拿大好 还是回国好 然后疫情期间也没有工作 所以这个复华器的目的是 第一是帮助那些学生 和出创公司 找到机会 不管是找到人 找到投资 找到其他 他们需要的资源 然后做一个平台 是一个会员制 但是这疫情 这一年 2020年 我们也是免费去帮他们 就是把那个平台建立起来 这好棒啊 所以有20多家 这个不同的学校 是值在加拿大吗 还是中国有 在加拿大为主 像 而且West Coast 就是特质 温哥华 温哥华为主的 这个真的很好 我觉得如果我大学毕业 当时比如说金融危机 其实也是一个这种 比较波动的时刻 如果有这种 像你这种公司 我觉得帮助很多的学生 去找就业的一些机会 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 是我第一份专制工作 是有一个副总裁 作为我的导师 然后我觉得很多学生 其实没有那个很好的导师 就是那个复华期的作用之一 就是做一个广泛的一个 就是把人扶植起来的一个 有点像这个mentorship 这个institution本身是个mentorship 对吧 这个年轻人其实很 很猛 很猛有点要 对有些时候很迷茫 因为刚刚 尤其是刚毕业的时候 因为学校里面学的东西 和他真正接触到社会的东西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甚至脱节 或者中间有很大的gap 对吧 我当时也有这样 很明确的那种感觉 因为刚才有讲到 就是我当时毕业了以后 直接就是金融危机 对吧 如果当时说实话 如果没有在读书的时候 我在学校打两份工 一份其实是food court 就是让我能够 更多的engage 我们更多的students 还有一份工 其实是在这个 我们UBC Soulter School Business 里面的一个 叫International Program Office 专门去做一些 跟education相关的一些课程 和一些项目 当时那个项目 就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跟我们这个宗祖部 一起合办 Susate 做了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我觉得 如果没有在我大学期间 去做这样的一些 volunteer也好 还是配着这个 on-campus的job 我在结束这个学校 学业以后 直接进入职场 这是完全不太现实 不太可能 真的很恐怖 回看就是你的成功 是很随机的 是 但是你在这创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 在心理上 或者说在经验上 你觉得很难过去的一些砍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呢 就在创业的时候 对 我觉得也是自信的一个问题 因为走出来以后 你没有一个固定的薪水以后 是 就是你不是靠时间而赚钱 而是靠你做什么去赚钱 没错 这个转变是很难受 有的时候 你一天不收到客户的电子邮件的时候 你就 我自己会有一个危机感 对 虽然你前几天特别忙 然后突然有一天没有邮件 你 我突然觉得 哎呀 全世界都恨我 我不可能有 下一下一段 明白明白 对 其实就是那种anticipation 就是有活和没有活之间的那种 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调试 对 那个忐忑不安 我觉得是成长的机会 哦 忐忑不安是成长的机会 对 就是你担心 有没有一个 我当时是一个 就是以项目为主嘛 有一个客户需要支持 我就去终点支持他 是 有一个邮件代表钱 对 明白明白 但是你会不会长久以来 就作为这个创业者的身份 你反而会很enjoy 这种忐忑不安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是 是我的动力之一 就是那个危机 或者是 就说是不会怠慢 是 我觉得怠慢是最恐怖的 我为什么会换工作 换方向 就是我开始太舒服的时候 我自己很担心 知道我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在做什么 一眼忘了头了 我很开心 就是你努力的话 你半年一年以后 说不定有新的机会出现 所以一般我的视线 只是一年六年 哇 因为你要是努力的话 你原来 当然有一个方向 但是那个方向过程中 突然会开一个门 然后这个方向更好 其实 然后可以走那方向 所以你会很允许说 自己做一定的planning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direction 但是你也能够完全welcome 如果在中间有一些小小的插道 你也可能去take a venture 但是方向是很重要 要一致 对 并且聚焦很重要 不是说什么都要做 都要去尝试 没错 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如果你觉得方向很重要的话 你觉得你的人生 在career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你的大的方向是什么呢 大的方向是中间关系 中间做一个桥梁 帮助两方 就不管是贸易 还是就是人员之间 我觉得今年的一个主题之一 当然是多元文化 对 那个全球化 这些这些问题 我觉得很多 很多时候都是沟通的问题 其实中国 加拿大美国 其实本地就是平民百姓 只想过好日子 你去深圳 你会看到妈妈们带着孩子 去上学 美国是一样的 对 有的时候会神秘化两遍 对 Lindy你有讲到吗 因为你之前的这个专业 可能是以这个PWC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全球的500强的公司 应该是100强的公司 而且是四大公司 Stable的这么一个工作 对 我觉得就是它本来是一个 就是只要你在努力的工作 你就有一个progression 就是你肯定会在两年三年之后 会升到下一个级别 然后做manager 做最后做到partner 对 它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到的 一个path 因为我爸爸的影响 他是一个工程师 对我的影响是 我本身是希望在一个企业里面 一直走下去 做到高管 对 这是我一开始对我的职业规划 那其实我被我的老公影响蛮多的 因为我老公 他是一个非常的创业派 对 他就是从他大学毕业 他就是跟我说 我不要去公司里面被人管 我要自己做主 自己的这个 对 free spirit 对 他觉得创业是一个非常challenging 然后又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梦想 可以完成自己的一个 leave a legacy那种感觉 所以我其实也是一直在被他影响 慢慢也觉得 其实因为换career path 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因为accounting本身就是一个 很professional的东西 你要经过学习 跟经过工作经验 慢慢累积 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这个位置 那你从这里要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的 那我觉得我 其实唯一的选择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创业 因为创业等于说 我可以把我的兴趣 加入到一个新的公司里面去 因为我当时就是选择了education 算是education 对 然后顺着education这条路去发展 然后觉得 其实也跟Chris差不多的概念 就是其实想把国界 就是eliminate 就是把它变小 可以让中国或者亚洲的好的产品 拿到加拿大来 然后让这边的产品 可以很简单的去到中国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想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个特别 vulnerable的一些moment 比如说 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条路 到底走的对不对 我早知道我有一个非常好 虽然不是朝九晚五的一个工作 但是是一个非常study 我知道我下一步会到哪里去的 这样一个非常高达向的工作 对对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纠结点呢 当然有啊 因为以我的个性 就是我其实蛮goal driven 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一个终点我可以达到的 可是我觉得创业有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一直在摇摆 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能不能达到 我只能有一个positive的spirit 所以说我经历了我的这些积累 和我的这些奋斗 和我的时间 我eventually可以达到那样子 所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在纠结说 我是不是要应该回到 我的原来的这个职业方向 对 还是我要坚持创业 对 所以这一段时间还蛮长的 对 我也是很纠结 很纠结 可是我觉得就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就是我已经决定 射出去的这个箭了 就是已经真的已经走 我已经选择了走了创业这一步 就是把它坚持下去 然后我就是坚信 如果你真的努力 然后你一直坚持 eventually你肯定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对 殊途同归 对吧 对 其实也刚才Chris有讲到 就是那种忐忑的感觉 那种on the road 但是那种journey 那种exploration 其实非常的excitement 并且你没办法 因为刚才Lindy提到的 让我想起古希腊的一个故事 就是去打仗的时候 到了对岸的时候 那个大将会把所有的船都烧掉 然后你没有后路的时候 对 对 就必须成功 必须往前走 是 所以就是现在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我没有后路 我只能往前走 我们在这里面就是加设了一个很小的环节 这是个debate环节 那debate我抛出来的话题就是两个 第一个 你是更欣赏也更赞同 边工作边创业 找到了一个方向以后 慢慢再脱离 还是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有一个想法 我就要去坚持 我要烧了我所有的后路 我烧了所有的船 这是两个 a方和b方 请你们两位各选一方吧 我选择a方 因为是我不支持的那个立场 也就是 哦 哇 也就是说边工作边创业 我认为应该百分之百投入去做一件事情 对 但是我今天我要支持那一面 所以你要challenge yourself 我要challenge 哇 interesting OK 那Lindy 那我就很简单了 就是要支持一下创业 对不对 这个是你一直想要 你也一直在实践的部分 对 其实我亲身经历的 OK 好 那行 我们先看从谁开始 You're welcome Such a gentleman Oh my god Thank you 所以我的立场是 我们如果想要创业 应该先辞去之前的工作 然后再去准备创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就像 像一个relationship 你也不就 你不应该脚踏两条船 对不对 你既然想要创业 你就应该先把前段给 You know cut and then you move on to the next relationship 而且 也是我觉得 个性来说 像我 我是那种 非常没有办法 同时两件事情 都做得非常好的 我肯定是 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我肯定可以做得很好 我没有办法两件事情 做得很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应该 我就建议大家 要专注到你下一步想要做的事情 你要很clear what is your vision 你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居然被逼支持 脚踏两地 脚踏两只船 好吧 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突然就中断这个关系 然后去发展你的事业 也好 但是要看你怎么定义 这个离开 就是你可以在 比如说你有创业的想法 你可能提前半年 提前一年 去准备 那期间你可以开始 这个创业之路 是一个过程 你可以开始 告诉你周围的人 包括你 你周围的同事 你未来其实你想创业 不要告诉他们具体 什么时候要离开 但是 我的心还是 是想创业的 这是第一步 然后慢慢的你就可以 张罗布置你未来的路 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个 很有趣的debate的小环节 不仅是让大家更多的 去了解各自 你们的这个奋斗的经历 你们的创业经历 还有很多的呢 其实聪明的你 也能够像我一样 能够发现 其实没有所谓的对 我没有所谓的错 没有所谓的要脚踏两只船 我们重新 我们反对脚踏两只船 然后我们出来 一门心事创业 还是说我们在创业之初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更长期的一个preparation 那这其实也是想要给大家 deliver一个message 这就是我们想要找到 一个common ground 然后呢 所谓的common ground 在我看来 其实是来自于不同社会阶级 有来自于不同的这个世界观 宇宙观 人生观 但是就算我们来自于 不同的这个背景 我们最终还会 come together 我们能够为一件事情 达成共识 然后呢 彼此有共鸣 而且能够互相扶持 越走越远 这就是为了我们 天空都会放轻 有没有有点紧张啊 哎呀超紧张 真的吗 你见过大场面的人 好紧张 没有 我真的是 从来没有过这种 像有点脱口秀啊 真的手秀都是 送给你了 谢谢 待会请你吃饭 待会请你吃饭 要大餐啊 大餐大餐 绝对大餐 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应该会很有趣 是啊 我也想从另一个角度上 了解你更多 就不够了解我是吗 我希望能够 更深入的了解你 好的 知道你这种 运筹帷幄的这种女性 这种女强人 这种职业女性现在 现在我也不知道 你做什么 待会儿 我把掏心掏肺的都告诉你 全部都给我吧 知道感觉你是真的 知道失去力气 为了你 为了你 我愿意 那个我也请 哇 这个是可以当的花戏吗